根據這樣的公式算出來 是低零面積啊 所以叫做折價發行 記得嗎 當時我們在算公司在發行上折的時候 有做過這樣的一個計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這邊講年金也是一樣概念的 好 我們剛說說 我先只是幫你回憶一下 我們其實這個東西在我們講初塊的時候已經提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年金的 好 年金的意思呢 就是固定的時間收穫負固定的金額 所以這是一個 先告訴你什麼叫做年金 在我們的課本上面呢 141頁 149頁 所謂的年金呢就是 每期相隔的時間相等 每期支付的金額相同 好 那每期季息的利率相等 當然你要能夠金額相同 相同的話一定是什麼 利率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 這是告訴你什麼叫做年金 那我們年金的一樣 有所謂的中值跟限值 那我們現在這個例子在算的是年金中限值 因為我要抓著嘛 我這個時候發情的降格是多少 所以呢 我是每一次這個10期 好 每一次付了10萬 10萬 好 付了10次 好 10次 然後最後呢 這個 這是10次了 然後最後我還要付一個100萬的到期值 所以我這邊可能要去推算回來 我現在要算的是什麼 這個時候的發行價格 所以發行價格 所以呢 第一次付的利息執行來多少 第二次付的利息執行來多少 第三次付利息執行來多少 所以一直往前推 所以我算的是這個是限值 好 所以這個是我發行的價格 就是我現在要發行的資金額 所以是所謂的年金限值 加上這個是什麼 不是年金喔 因為到時候我把100萬是不是一次而已 所以這是付利限值 所以公司在的發行價格計算是 結合了年金限值跟付利限值的關聯 可以計算出來的 好 那我有限值一樣可以計算中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它的中值怎麼去計算 中值呢 就是我知道現在的金額 好 假設我現在知道這個 我現在的金額 然後我要去推 那10年之後是值多少 然後這個時候的10萬值 9年之後是多少 這個時候的第二年的10萬 值8年之後的金額是多少 那叫中值 好 所以呢 有年金 有限值就有中值 好 所以這兩個都意思是什麼 一定是可以互虧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課本上面給你的表 都叫做普通年資 什麼叫普通年金 好 剛才我們要講兩個名詞 一個叫普通年金 一個叫做期初年金 或到期年金 課本上給你的表 都是普通年金表 什麼叫普通 就是培期的期末 收或者是負一筆金額 好 什麼叫普通年金 指的是期末 什麼叫造型年金 指的是 你發生的金額是在期初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 普通年金呢 是指在140頁 好 140頁講普通年金中值是值每期期末 支付一定的金額 各期金額 負利中值的總額 叫做普通年金 中值 也就是指 我每 我的發生收或負的金額 都是每期的期末 那什麼叫做到期年金呢 請你看一下141頁的 好 第一句話就可以了 到期年金中值是值每期的期初 好 支付一定的金額 然後各期金額負利中值的總合 好 所以普通年金跟到期年金 一直差別在哪裡 只差別一個時間是在期末 普通年金在期末 然後呢 到期年金呢 它發生的時間呢 是在期初 那我要提醒你 課本上面給你的副表 都是普通年金 限值表或中值表 它都是給的是普通年金的立場 所以當你發生的條件是期初的 所謂的到期年金的這個情形的話 你應該知道怎麼去調整 或者是怎麼用這個表的 你怎麼去算它 就是你要不要提醒你的 所以看一下呢 是例吧 好 它說呢 假設每一年年底 140頁的底下 每一年年底存5萬 然後呢 利率是12% 那每一年呢 複利一次 問題5年之後的年金中值 好 每一年年底存1比5萬 第二年年底也存1比5萬 第三年年底也存1比5萬 第四年年底也存1比5萬 第五年底也存1比5萬 它存了5年 好 婚禮服眠 這個時候我每一年年底存的5萬的 中值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去查我們的年金中值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年金中值表呢 最常我們課本上面給你的副表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年金中值表呢 我們看一下是在155頁 因為它是 利率是12% 最密查5期 然後最5期的話呢 是不是 它的中值呢 是 中值指數是 6.352847 所以你可以過頭來看一下 課本上面的 140頁的最底下是 6.352842 所以 5萬 5年之後的那個年金中值呢 就是317642 那你看這個表呢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那個表 很特別 我告訴你說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154頁到155頁 其數是1 不管你的利率是多少 其數是1 你的中值因子都是1 大家看懂嗎 也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的 我現在給你的這個表 是年金 年輕的 普通年輕的立場去看的 所以我指的是 期末成一筆錢 好 這是期初喔 這是期末喔 好 我這個時候 期末存一筆錢 存5萬 這個時候的5萬就是5萬啊 所以我給你 我給你這個表是 普通年金的中值表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5萬就是5萬 不管你利率是多少 這個時候存5萬 就是5萬啊 所以它的中值指數都是1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表強調 這個表是 普通年金中值表 好 所以我如果跟你的條件是 期初或者是到期年金的話 那你在算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一點點的 跟這個表的時候 運用上面你就要注意到 好 待會兒我們會有例子給你看 好 那我這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普通年金的中值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期年金 好 看一下勢力9 好 勢力9他說142頁 王軍從差1年的7月1號開始 每一年存15萬 利率是8% 然後每一年複利一次 求4年之後的存款的金額 好 那你注意到喔 他現在是每一年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存一筆錢 存多少錢 存15萬 他又存幾次? 存4次 好 15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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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問你的是第4年底 好 他問你的是第4年底啊 4年後就是指什麼 4年 第4年年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也存4次 一開始的是5萬 12年一開始的是5萬 第3年一開始的是5萬 第4年一開始的是5萬 第4年一開始的是5萬 我現在要算的是 這個時間點的中值 不要判動嗎 我要算這個時間點的中值喔 跟我們剛剛看的 普通年金呢 是一開始的5萬 就是年底存了5萬 好 一共存了5次 要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呢 我也存了5萬 但是我的total是多少 所以第5年存了5萬 他就是5萬啊 好 所以這裡我們要去注意到 這個表 如果我用普通年金的中值表 我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好 那你要記得 我剛剛已經講說 因為我課本上面給你的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 普通年金的意思是 每一期的期末去存一筆錢 然後這個例子它是存款 所以每一期的期末存一筆錢 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個一開始的15萬 我們就往前推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做 好 這個時候開始看 所以第一年這是第一期 這是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我在算的是這個中值啊 我在算的是這個中值啊 我在算的是這個中值 所以看得懂嗎 所以我大概15萬是 我這個時候存了15萬 但是就普通年金來講 這是第一期 好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好 所以我們的算法裡面呢 那你看這是期數裡面 你就要看什麼 一 二 三 四 五囉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是 這個第一期是這邊嘛 但是我說了 因為它是普通年金 所以我們要把它想成 前面這一年的期末就開始存 最共有五期去算到這一點 好 所以當我在計算 用普通年金表 中值表去算的時候呢 我就要算出來是六期 我這個時候存 因為普通年金是視為期末 所以我就往前推 自己出就在這裡 就去算出來 所以你要算15萬 好 就我們的普通年金來看看 一共算到這裡是什麼 一共是五期 好 所以五期 利率是百分之多少 十二嗎 欸 百分之九嗎 好 但是呢 最後這一期 像我們的普通年金的時候 最後一期這裡 我們是沒有在存啊 因為是在這個你期出的存啊 所以最後這一期沒有存 所以減一 這個去算 大家看懂嗎 也就是說 我怎麼利用我們課本裡面的 這個普通年金中值表去計算 如果是期出年金的條件 好 因為我剛剛講了 我剛剛請你注意看一下說 我們那個普通年金中值表 不管你是 利率是多少 當你期出是一的時候 你的中值因子都是一 它指的是這個時間點 它都是一 因為它是期末 所以我剛剛講說 雖然它的這個勢力九是 起一處就存一筆錢 我們要往前推 它是那一期 就是前一年的期末 換言之你把它想成 這個例子是差七年的七月一號存 好 它是差七年的七月一號存 我要把它想成它的時間點 所以是差六年的七月一號就開始存在一筆錢 這個條件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算 所以它是在用普通年金表的時候 它就是這一點 所以我們這樣子算一期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我要強調 我們這個表是普通年金中值表 那它給你的條件是到期年金 到期年金有的名稱又叫做期出年金 好 那期出年金其實更容易讓你去理解 因為它是表示每一期的期出 就做這件事情 那我如果要運用這個普通年金中值表的時候 我就要往前推一期 因為普通年金中值表是每一期的期末 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差七年的七月一號存這筆錢 那我要把 如果要用這個普通年金中值表的時候 我就要講說 我差六年的七月一號跟銀行做了一個協定 做了一個存款的約定 那我從差七年的年初那個七月一號 開始每一年存第一期 存四年 那四年之後 在銀行給我的利率是8%的前提之下 好 不是8%的前提之下 它會有多少的中值 好 所以我說你開始算 就我們的期出來講 這並在這裡 但是用普通年金的時候 因為我是從這裡開始算 所以一期 兩期 三期 四期 五期 可是最後一年這個時間點呢 我是沒有再存15萬呢? 那我剛剛講這最後一年 這15萬的中值就是15萬嘛 可是我這時候的時間 這個時間也沒有存15萬 所以我減1 所以你算出這個 你去找出這個數字減1去乘15萬 就是這個條件的答案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普通年金中值7 利率是8% 其數是5 是不是5.8666 5.866601嘛 好 所以你是個減1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142頁 它是不是寫5.866601-1 就是我剛剛還滿有寫的一樣的意思 減1的意思是說 我只有存4次 我沒有存5次 好 我沒有存5次 只有存4次而已 所以我要介紹一下 好 原因就是因為我給你這個表 去普通年金的表 然後我們看到的限值表也是一樣 普通年金限值表 現在課本上面給你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中值2 那我們待會會講到限值的時候 也是要怎麼 它給你的這個 課本上附的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限值2 所以如果條件是每期期初做什麼事情 他問你限值的時候你要怎麼算 以及用這個表去做推算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限值 好 我們看一下在市率時 143頁 他說民生公司在X4年的1月1號購買工機器 然後呢 價款是從當年的12月31號起 每年償還10萬塊 然後一共要5年償還 好 那假設利率是10% 每年複習一次 那就問你說如果我不要分期跟5年來還 我如果跟那個這個供應商或者是賣方講說 我一次把價款付清的話 那一次價款付清你要付多少錢 好 所以呢 一樣啊 他現在講的是我每年期末 好 我現在是X4年的1月1號買這個機器的 但是我們雙貨標準條件是 但是我們雙貨標準條件是 從X4年的12月31號開始 每年購10萬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還做到負幾年 負5年 好 所以呢 X4年12月31號負10萬 然後呢 X5年的12月31號也要負10萬 一共要負5次 好 因為負5期嘛 好 這是X6年 X7年 X8年的12月31號要負10萬 好 本來講好的條件是這樣 那現在如果我不想跟5年 我真的很不喜歡欠錢 所以去每次去買東西呢 他問你要不要付 問我要不要分期 我就不要 就想要買5萬就算了 所以呢 我跟他講說不要分這樣子 我要一次還你 一次付錢 付清 我要付多少錢 好 那他跟你講補洗其實是不會的 所以一定都有利息的 尤其到底欠了我們那麼長 所以呢 市場率率是10% 那你只要去算 你看 第一年的年底的10萬 值現在多少錢 第二個年底10萬值現在多少錢 第三年年底的10萬值現在多少錢 第四年 第五年年底值現在多少錢 所以你去看一下我的普通年金限值表的時候 我的第一期 它一定都不會是1 好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150幾月好了 年金限值表 你可以看一下156月到157月 它是普通年金限值表 你可以看期數是1 付款利率是多少 它的限值因子都不會是1 因為它是普通年金 所以這個時候的1塊錢值現在多少 值期數一定不會是1嗎 一定是有什麼 折限值的問題 好 那普通年金呢 限值就是負利限值的加總 所以你可以對照一下 我年金限值期數是1 跟我負利限值期數是1的數字 限值因子都一樣 D盤 期數是1的 你可以對照一下156月的期數是1 1%的話是0.990099 你可以看一下負利限值是1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 利率是1%的話是0.990099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牌都一樣 好 156月跟152月 好 你對照一下 它第一牌的 第期數是1是都一樣 那負利限值期數是2呢 就是年金限值期數1跟2的加總 你可以去試加看看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如果我沒有跟你普通年金限值表 我跟妳負利限值 你也可以算得出來 因爲什麼? 因爲負利限值表就是 年金限值表就是負利限值表的 那個起數缺德接下來的 好 所以給你們看一下這個表 兩個表之間的關係 好 所以如果我拿到那個例子呢 我每年年底要付10萬 然後我跟那個供應商或者是賣方說我不要啦 我一直要付輕 那我要付多少錢? 所以你就去算第一年的10萬 在利率10%的時候 它的限值是多少? 第二年的10萬在利率10%的時候是多少? 第三年的10萬值現在多少? 就是可以自己這樣去算 對 負利限值的年金限值 就是負利限值的合計數 好 你也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那我們給你 如果直接給你表的話 就比較容易了 我就是查 其數是5 利率是10% 所以去查一下呢 其數是5的話呢 是3點 利率10%的話是3.790787 所以10萬去乘上3.790787 所以是379,079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直接付現金的話呢 就379,079 這樣直接就算出來 好 不用看懂嗎? 好 所以利用那個表 可以這樣直接算出來 好 那我們把市例11講完就好了 然後就休息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市例11 我們可以 前面講的市例10 是普通年金限值 我們來看一下市例11 就是到期年金限值 他說呢 大明公司呢 他租用基金一部 然後租期5年 每一年租金是16萬 都每一年的年出支付 假設利率是9% 每年複期一次 那你問你說 我這個租金的年金限值是多少 他這是5期 每年16 好 那現在沒有講哪一年也沒有關係 好 一樣 我現在每一年16萬 16萬 一共要付5年 好 1、2、3、4、5 付到這裡 那我現在問你的是什麼 問你的是 我如果現在一開始 就全部把租金全部付清了 好 我就是我不喜歡這樣分期 好 我現在一開始就跟你簽了合約 然後告訴你說呢 我就跟你租5年 我一次就把租金都付完了 那你就是接下來我就可以使用5年 你都不能跟我收付金 好 這些條件就是這樣 那問你 那我一開始要付租金是付多少 好 所以一樣我用課本上面 普通年金限值表 因為我問題是 我一開始要付多少錢啊 好 所以呢 就我們課本上面來看 我們要問你的是 這個時候的錢直接要付多少 所以第一個 我的16萬乘下 這個時候的16萬就是16萬嘛 這個16萬就是16萬嘛 因為它的限值就是16萬 現在我付的16萬就是現在來看就是16萬嘛 所以限值就是等於我現在的金額 好 所以呢 第一個16萬是不用再去折現的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我說了 我們這個是普通年金限值表 指的是我期末做的事情嘛 期末做指現在多少 所以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就等於說呢 我如果用普通年金限值表來看的話 我是 我第一年年 第二年年初 就相當於第一年年底 這個現在第一年的年初多少錢 所以期末是一 二 三 四 所以我只有付四次 好 所以大批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嗎 次數是四啦 百分之十 這樣看懂嗎 利率是百分之十 好 百分之九 所以一樣我也付了五次 好 因為一開始付的16萬就是16萬 他們有折現的問題 那第二年年初付的16萬 他就要折現了 因為我要看值第一年的限值是多少 那第三年年初就相當於是第二年年底 值第一年的年初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一次批算 所以一共什麼 就第一次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所以四次而已 所以是四期 因為一開始耶 16萬就是16萬 所以你就去查 一樣查我的負利限值 年金限值表 利率是百分之九 四期的話呢 是不是3.239720 所以加上1的話呢 我去乘是4.239720 乘上16萬 所以我如果現在一次付金的話呢 我要付的金額就是678355 好 678355 就這樣算出來了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我要提醒你說 我現在給你這個表是普通年金 所以如果給你的條件 什麼是普通年金 就是期末收穫負利以前 這叫普通 那如果我給你的資料呢 或給你的交易條件是期初的話 那你怎麼利用這個普通年金的表 去推算這個條件 這個交易情形之下 應該有的金額 所以這個我要提醒你 重點是因為給你的這個表 是普通年金的 普通年金中值表 普通年金限值表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這個表情